再來看到中國大陸穩紮穩達 不只是空軍的這一塊 其實戰略的這些潛艇呢 還有它上面的武器也很重要 比如說巨浪3這是誰說的 斯德哥爾某國際研究所 他說了2023年全球核武的報告說 巨浪3已經在2022年投入使用了 巨浪3它多重要呢 因為它它搭載72枚的核彈頭 假設每枚巨浪3可以攜載 9枚的分彈的分島核彈頭的話 代表解放軍大概已經 部署了8枚巨浪3 因為1枚巨浪3掛9個彈頭分島 那它有1年做8 那你乘以它9個分島 8972是這樣來算的 8972它打72個城市 它出去的時候 而且巨浪3可以打1萬2000公里 1萬2000公里大概打到 就打到美國本土了 所以打72個美國的城市 因為它分島 它一個出去之後 它太空就分開了 這9個就分開了 這個A 這個B 這個C 這個D就出去了 天啊 這怎麼藍 然後另外一個出去之後 它分島就出去了 它不是到進入大氣層分島 是在大氣層在太空中就分島 對 就出去了 你這樣怎麼藍 它已經分出去了 你要9個了 天啊 所以一個彈出去 外面是變成9個彈 是 所以那這樣子的話 巨浪3它一年產8枚 一年產8枚 就是那你這樣子89就是70個彈頭 對 那10年80枚720個彈頭 你要打720個城市 這樣也是不得了 而且它這個不要出巴士海峽 它在南海這一個 我們叫做洞九四 洞九五 洞九六 就可以打了 那打的話 你根本 這個是我們講的 一般來講 洲際彈道飛彈潛射式的 可能躲到北冰洋下面 躲在那個太平洋 某一個地方的深處 躲在那邊 它那個是要靠近敵方 有的時候 那現在不用 為什麼它彈道飛彈 打得夠遠 在南海家門口 因為它巨浪3打得夠遠 是這樣子 所以潛艦 它變成一個載體 它分散 不見得 停在港口裡面 它出去不知道在哪個地方 是這樣子 躲在哪個地方你不知道 躲在哪裡你不知道 所以中國大陸這個 戰略的潛艇 真的不會 隨意的來公布 因為096、094 都可以搭載這個巨浪3 那巨浪3它可以飛得非常遠 那將軍剛才說了 如果是72的話 它就可以打72個美國城市 飽和式攻擊 你真的來不到 那更別說 如果從北部打 這個俄羅斯也很強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真的是會緊張了 72個本土都有可能會 遭受到攻擊 因為它可以搭配的是096 096也要很空出事了 也被說已經服役了 所以兩個加起來 這個巨浪3 1.2萬公里 所以它還可以在 極地的冰層像覆蓋 發射導彈 所以它放的地方可多了 在我家門口南海可以 而且在北冰洋也可以放 你真的很難抓得到 更別說096 這些分貝很小 095只有95分貝 根本就是背景值了 還有另外再來看到 說中國大陸新型雷達也很厲害 最近美國也在說 我也要研發超高音速導彈 但是還沒個譜 來看到它最近 它在關島進行訓練 公布了B52H搭載高超音速導彈 AGN183A 時速20馬赫 但不好意思這個馬赫 剛好就是中國大陸 能夠把你鎖定的目標 這是光通訊科技這位老師 鄧小平教授 他就提到了說 它新型攔截高超音速導彈的雷達技術 可以在600公里範圍內 追蹤10到10枚20馬赫的高超音速導彈 我們可以知道 那它這個雷達的 因為它誤差只有28公分 誤差28公分 什麼概念 就是直接命中 因為28公分大概就是這樣子 大概直接命中 那你打這邊跟打這邊是一樣的 因為它的威力很大 對威力大 第二個幾乎沒有誤差 這零誤差 所以它這個電 你看它的精準度到99.7% 就是說 因為這是清華大學出來的 鄭小平他是清華大學教授 他研究出來了這個 我們講到的這個 雷達 專門抓高超音速的 而且這個可能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的 唯一喔 因為高超音速抓不到10到20馬赫的 那它可以攔截高超音速的 因為它這是高超音速的雷達技術已經出來了 因為我們講做任何事情它會遲滯 你一遲滯之後 它飛彈已經跑這邊了 你測到A點的時候 其實你看到在A點 其實它都是不在A點在B點 因為它跑了 我們一個因素是 每秒鐘跑3.3公里 沒有0.33公里 10倍因素就是3.3公里 20倍因素就是每秒鐘跑6.6公里 你要這樣來看 你0.33乘以20就6.6啦 那6.6 你一秒鐘之後 你一秒鐘在這個地方 我把電腦換算幫你前置 因為我知道它的速度 我已經算出來你這個地方 我先前置 要這樣子 這個叫做補償作用 我把你補償在這個地方 因為你的速度我已經抓出來了 所以你這個A點我抓到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你B點的時候 現在在這個位置 我知道你幾秒之後在那個位置 然後經過電腦換算的時候 它攔截的時候不是打這邊 因為我已經換算出來 我這個到那邊 電腦又換了 我在這邊攔截 攔截點在前置 就是一個碰撞航線攔截點 剛好撞到這個地方 那很厲害 你不能從後面追 後面追是沒有用的 因為現在高速 我們叫高速電腦 對 高速計算機已經算出來了 你的速度是20倍音速 我已經抓出來 最重要就是我已經精算你的下一個軌跡 在什麼地方 它是這樣子 然後超前攔截 剛好在這個地方 就剛好攔截碰撞到你 所以它不是對著飛彈去打 它是前置倒影 前置打 那真的太厲害了 是這個樣子的 這樣才能夠進行 因為以後最後 它高超音速 你要高 你要高高超音速了 你如果從後面打 你要高高 為什麼你要追它 那很簡單 那你不要 你就前置 這個叫做前置補償 問題是鄭小平這個叫做 它這高速電腦 已經算出前置補償的效果 是問題這個突破 因為我們看了這個 它這個 動九三B跟動九五核潛件 是95分貝 你要知道美國的核潛件的 那個分貝是多少 96 也是差不多 差不多 它小一分貝差很多 它也更安靜 對 你少一分貝 你不要看少一分貝 結果我們地震少一個規模 那差很多的 規模第四 瑞士的規模6 跟瑞士規模7 你就差1 那不一樣 你超 你的瑞士規模 全倒 是這個樣子 因為草一分貝 它就已經在背景的海洋值 你包含金銀海豚 海浪 還有那種聲音 還要再低一點點 OK 是這個樣 那抓潛件的時候 你不要看差一分貝 有時候攸關生死 是 所以呢 中國大陸黑科技 是因為它在做科研 是很穩扎穩打 你看 鄭小平教授 他做出這個研究 就可以說 他要做這樣子一個事情 那因為有些成熟度 所以他未來 也會把它運用在軍武上 這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可以抓你20馬赫的 高超音速導彈 那更別說 中國大陸就贏你這個一分貝 所以贏你一分貝 你就很難抓得到中國大陸 還有中國大陸 這個科技 現在也越來越多人喜歡 比如說 這個央視不是之前公布的殲30EB的宣傳片嗎 然後呢 還可以攜帶 側邊還可以攜帶兩枚導彈 然後呢再來看是說 誰會買它呢 傳出來就是誰呢 巴基斯坦巴鐵呢 就是他可能要買的一個部分 因為巴鐵買了做了消融戰機 因為他是第一個 那巴鐵買了這FC31 那可能也是第一個 他先做驗證 那驗證之後 他好的話埃及要買 那沙特要不要買 沙特也會買 阿聯酋也要買 阿聯酋也會買 要有錢 因為FC31絕對不是便宜貨 你可以買千石C 但是問題是 這個FC31就會比較貴 而且他雙發逆中 雙發逆中不一樣 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比較突破的是在兩側 兩側飛彈 一般來講是放在下面 打開 因為為了逆中 為了逆中 他是在基附 他現在不是在基附 基側打開彈出去 他不是在 你要知道 所有的附附中的 都是彈射點火 他不是點火之後射出去 不是你就把飛機燒到了 他是彈出來 他一個東西 一個磅火彈出來之後 彈出來之後 點火射出去 對 那這個技術 你要知道 這個技術比 你那個 我們叫這個點火發射 要難度 那你 你右邊向右彈射 左邊向左彈射出去 彈射出去之後 飛彈一彈出去之後 有的飛彈 會旋轉 他會旋轉 在打螺旋 沒有彈出去 穩穩的 然後發射點火出去 去追蹤目標 所以他這方面要突破 因為美國的F35 也只有基附彈射 他基側沒有 右基側跟左基側並沒有 但是中國大陸 把這開發出來 對 關鍵也就是怎麼樣 在彈量增加 對 我用基附之外還有基側 是 這又是贏了美國 因為我們知道殲20 他也是基附為主了 因為逆中 不想曝露出來 但之後他研發這款不得了 他也可以隱形 因為他需要的時候 再打開就好了 所以他又是個黑科技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